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吸收精微 使精微得以不善 那也就是说 它的生倾跟吸收精微 运化水骨这个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当它发生了病变 它主要呈现出来的是 对水骨的消化吸收障碍 或者是运化水液代谢的障碍 我们讲了它基本的症候类型 是以脾气虚为它的主要症候特点 脾气虚是以食杀复杖变堂 为它的主症 在这个基础上 渐渐有初学的症候 称为脾部同学 渐渐渐有内脏下垂 或者下坠感 叫脾气下陷 或者中气下陷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出现了胃寒之冷 那出现了阳虚的 就是虚寒的一主症候 我们就称它为叫脾阳虚 或者有水肿 脾阳虚 它是以阳虚为主 渐渐有水肿 还有一个水湿中主 它可以因为脾的运化功能失常 导致了水液内体引起的一个虚实夹杂症 也可以是因为感受外界的湿血 困住了脾的阳气而引起 当有水液内体 它在演变方向的时候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状况不一样 它可以从寒化 可以从热化 根据体质的状况不一样 演化的方向会不一样 什么叫演化 就是说它最后的传变 它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症候类型 如果是一个偏阴质的体质 或者是一个阳虚的体质 它会向寒的方向走 形成一个阳为寒湿症 就是说既可以 比如说阳虚的 它既有阳虚的一面 也有水液内体 寒湿的一个症候特点 如果是一个偏阳质的体质 它会从热化 形成湿热的病症 寒湿跟湿热 我们治疗使用的方药是不同的 这是我们上节课所讲到的这么一个重点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 关于 痞因虚 痞因虚我们常常讲 它是在痞气虚的基础上 痞气虚的基础上 又间见了 因不足的一个症候 是因为脾气虚 疏不经验的功能障碍 经验得不到一种正常的不善 那它可以呈现出一种经验不足的这么一个症候 也就是说它会在脾气虚的基础上 间见有局部的经验 时滋润的一组症候 口肝 唇躁 或者舌红 扫胎 这个我们称它为叫脾因虚条 实际上脾因虚条在临床中 可以间见有单纯的因虚 脾因虚的 比如说以后你们会学到方济学当中的一个 马子仁丸症 也称它为叫脾约症 它可以是局部的就是经验的疏不障碍 不能疏不到肠道 肠食入 导致了一种大变的肝结 那这个是一种 它更多见到的是脾气虚 疏不经验的功能障碍 而呈现的是脾的气阴两虚症 更多见到的是这么一组症候类型 所以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来 不管它是脾因的失调 脾阳虚 脾部同血 还是内脏的下陷 下垂症 中气下陷 它都是在脾气虚的基础上演化而形成的 所以我们讲脾气虚是脾病的最基本病基 那也就是说你要掌握它一个最基本的 要学会什么学知识叫举一翻山 我把基本的掌握住了在这个基础上 我怎么样来举一翻山 怎么样会记到更多的东西 要学会这么一个示威的方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脾病的一个症状特点 那我见到哪些症状 我可以把它的病变部位定在脾呢 它在临床中常常呈现的一个症状特点 一个是运化功能的障碍 运化功能的障碍 因为它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运化水谷 一个是运化水液 运化水谷的功能障碍 会出现食嫂腹脏变糖 或者会有面色的尾黄等等 它是以这一组症候为特点的 还有一个运化水液的功能障碍 水液会停聚起来 或者形成水肿身重 身重是指的一生很困重 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这个是失血治病的一个主要特征 脂冷 四肢冷 或者湿热泪停之后 湿血泪停之后 淤酒化热形成了湿热 湿热一增的肝胆 它会形成黄胆 黄胆我们又称它为叫三黄症 会呈现深黄 全身的皮肤发黄 木黄 眼睛白眼人发黄 料黄 深黄 木黄 料黄 我们称它为叫三黄症 也叫黄胆 它主要是指的失血泪停 淤酒化热形成湿热 淤增肝胆而所致 这个是第一组症候特点 第二组 身轻的功能障碍 精卫不能够上书 不能上书 除了深层的气血减少之外 它不仅不能上书 反而往下走 会呈现下坠感 脱肝 或者是肋脏的下垂 这个是第二大组 症候特征 第三大组 铜血 它会在脾气虚的基础上 我们前面讲过 常常是见到脾下和下部的出血 以这个为特点 会表现出变血 崩漏 什么叫崩漏 主要是指 妇女的月经量的一个变化 崩 适入三崩 形容它出血量很大 这个叫崩 漏如无之漏 形容它这个月经 点点滴滴 滴滴答答的 拖延的时间很久 如无之漏 滴滴答答的 脑是干净不了 那这个呢 我们称它为叫漏 但是有崩 容易呈现漏 有漏又容易呈现崩 常常会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 称它为叫崩漏 主要是指 履性越经量的一个变化 还有积履 我们前面也讲过 积履是指脾下的出血 一种渗透 慢慢的渗透 这就是我们讲的 见到这么一些症候 因为脾具有这么三大功能 所以它的功能失调会表现出 根据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那它表现出来的症候特点不一样 但是见到这些 我们都可以把它的病变部位定在哪里 定在脾 都可以从脾乱滋而获得疗效 这就是我们前面要告诉大家的 脾的功能以及发生病变了之后 它会有什么样的病基特点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脾与行俏置业时的一种联系 就是说我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观察 脾的功能是否正常的 我们很强调中医学的脾的这个概念 更多的是一个功能的定位 而非它的结构定位 它的结构 它不是单纯的指一个脾站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脾主四肢肌肉 脾主四肢肌肉 主要与脾的运化功能有关 脾运化可以把食物 人吃进去的食物 通过脾气做工 转变为精微 然后再通过脾的散经作用 把精微输送到四肢 来充充肌肉 输送四肢充充肌肉 所以这样如果我们假设 脾的功能很正常 习惯上爱用脾气建韵来概括 脾气建韵 当脾气建韵 它输送 输送精微的能力很强 那充养了肌肉 肌肉就结实 运动有三大组织参与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有筋 有肌肉 有骨骼 所以它充养了肌肉 肌肉很壮实 那四肢在运动的时候 就会呈现灵活自如 灵活自如 这个是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 如果当功能有障碍 脾实践你 一个是它不能够把食物转变为精微 还有一个 它输送精微的能力下降 会表现出 不能够把它输送到肌肉四肢 肌肉会受血 就说看起来这个人很消瘦 还有一个呢 甚至于它运动的时候 四肢不用 有的称它为叫微软 甚至于不用 这个不用呢 主要是指的一些微软的一些证号 比如说 西奖的重战鸡无力 它是以鸡群无力为特征的一类并战 它引起的原因很复杂 如果当它吞烟鸡群的无力 它没有办法把任何的水或者东西吞进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查一个鼻式管 从鼻一直查到胃里边 然后每天就从那个管里边 给它打一些营养的物质 来维持生命 如果它表现出眼瞼 鸡群的无力 眼睛没有办法睁开 那就只能可能说 它眼睛完全是搭下来的 眼皮搭下来的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它如果想两只眼都要睁开 它必须借助外力的作用 才能睁开 如果它表现在四肢的这个鸡群无力 那手可能就抓不住东西 拿不住东西 脚呢就不能够站起来 行走 这些我们就称它为叫一种不用 伪症 伪软的一些症候特点 那这一个 在临床中怎么样治疗呢 像这一类的除了针胶按摩之外 我们还是用中药的 脾的气阴霜补 因为很多症候类型 还是要根据辩证论字 伪症它的引起可以因为失落 可以因为脾气弱引起 那我们看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以不同的治疗方法来施行治疗的 这个是脾跟肌肉四肢的关系 还有一个呢 脾字为师 师是指的一个思维的过程 对事物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 脾字为师主要是告诉我们 气血是思维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气血是湿的物质基础 而气血的化身又与脾的运化 关系极为的密切 称脾为气血的生化资源 只要脾的运化功能强盛 能够源源不断的把食物化为精微 精微是生成气血的最基本的原料 那这样气血就会充盈 思维敏捷对事物的认知 它产生的这个思维 它就会很灵敏 当如果说皮有问题了 生成的气血不够 会表现出思维的一种迟钝 反应的一些迟钝 还有一个从另外一个方便来告诉我们的 如果说过失 什么叫过失 失利过度 对失利过度 还有一种是所思不遂 就是想到的达不到那种欲望的时候 它会导致一种 你们现在话来讲欲慢 实际上它就是会导致一个脾气的气质或者气节 气质是流通的一种障碍 气节是一种发散的一种障碍 这个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呢 认为气质呢 它主要说还能够流通一些 气质是完全不能通了 这个又是一种解释 总之来说气质跟气节 它有程度的区别 然后还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区分 可以导致 体的功能的一种障碍 那比如说现在的高考中和证 因为高考来自社会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各个学校的压力 所以这学生当中有很多在高考的时候 就是说食欲会减退 睡眠会很差 睡眠会很差 那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它整个的一个中和的症候特点 我们称它为叫高考中和症 实际上它会导致一种脾气的淤字 有的女同学在高考期间停经 那这个都跟她的一种气的淤字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讲脾字为思 这个诗我们讲到它是一个认知跟情感 认知跟情感 还有品尝意 品尝意 这个意识指的意思 还有一种回忆 回忆 未尘定见的思维 也就是说 你还在这个事情 你还在考虑当中 还没有形成 只是有一个粗形 还没有具体形成一个 很完善的这么一个构架 我们就称它为叫 未尘定见的思维 这个意 主要是指的意思 回忆 未尘定见的思维 那么我们讲脾 长意 实际上 这一些神字活动 仍然跟它的气血 充盈度 是有关的 跟脾的运化功能 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 我们讲到的 脾字为师 脾字为师 还有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脾液为弦 弦液 是指口经当中 口水当中 没有泡沫的那一部分 四川话来讲 清口水 对了 清口水 就是没有泡沫的那一部分 脾液为弦 主要跟脾韵化水液的功能有关 脾韵化水液 一个是吸收对机体所需要的水液 另外一个 它可以把机体所需要的水液 进行一个布散 那它会把 那它会把 金液 布散 上层于口 而成为了 咸液 正常情况下 咸液呢 它起着 滋润 我们的口腔 帮助食物的 咀嚼 吞烟 但是它又不会外流 它不会外流 是这么一个状况 如果当 有问题的话 它会出现 玄液的一些 异常变化 那脾液为弦 告诉我们 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 是指脾味玄的 生化资源 就是说 玄液的产生 它跟脾吸收金液 输入金液的功能 是密切相关的 另外第二层含义 是指的 玄液为皮索字 这个字就是说 使它控制 它的一个分泌的度 控制它的分泌度 它既能够滋润口腔 但是它又不会外流 不会流出来 这个就叫 玄为皮索字 我们说它 皮液为玄 它产生的内涵 主要是这么两个方面 所以当发生 病变了一个脾气虚 对玄液的这种 制约控制的能力下降 它会出现流血 老百姓就常常讲 它清口水很多 往上涌 而且感觉到 这个清口水 是一种冷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 如果皮阳虚会出现 冷悬散反 就是我们讲的冷的这种 一吐一大滩 很多 冷悬散反 这就是它 自的功能 减弱了 还有一个皮有热 它产生的 咸液减少 热血有一种 灼精的 这么一个致病特点 当皮有热的时候 会表现出口罩 咸液减少 感觉到很干燥 悬液的减少 那我们 在临床中 可以根据这些 悬液的一些变化 也可以推测 皮的功能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它到底是 字的功能 减弱了 还是 生成的功能 减弱了 那我们可以 进行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皮液为弦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皮液滑在唇 开窍于口 口唇 内通肌肉 表面有连膜附着 所以它最容易观察到 气血的肾衰状况 很容易观察到 如果我们讲 口唇 红润 光泽的 一种自然的 那这个我们 就称它为 气血 充盈 气血很充盈 但是口唇很红 特别是有的小孩 你看他那个口唇 非常的红 像擦了那个口红一样 有的小孩 有经验的老人 就会说 这个小孩要生病了 因为常常是指 他可能吃的东西 比较多 饮食停滞 淤酒化热 他会反映出口唇 鲜红鲜红的 小孩最容易观察到 他有时机了 那如果说口唇蛋白 很淡 颜色很淡 它表明了气血的不足 不能上达于口唇了 以呈现了蛋白 开窍于口 口为食物进入人体的 第一道关口 我们又把口唇称作为叫飞门 飞门 口唇 它一个是可以帮助人 帮助人消化 这个消化 主要是帮助咀嚼食物 消化 吞咽 另外一个 它发声 跟发音是有关的 那 脾开窍于口 主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意思呢 就说脾的韵化 与人食欲和口味是有关的 食欲我要说一下食欲 不是说你吃的东西多 你食欲就好 你吃的东西少 食欲就不好 不是以多少来判断的 因为每个人 它的食量是不一样的 这个食欲主要是说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食物 有没有欲望 很想吃 就是吃起东西来 你感觉到是不是很香 如果感觉到非常的香 虽然你吃的很少 我们也称它叫食欲好 不管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 也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说为了你的学习 或者工作 到点了 你自己就去吃饭 但是你并没有 很多食欲 可能你在那个饭堂 走了一圈 走过来走过去 你都觉得不知道 要吃什么 对不对 那没有一种 就是说能够引起你食欲的那一种欲望的 想吃的那种欲望 所以我们讲 如果说这个食欲跟量的多少是不一定的 还有一个口味 口味就是说 你吃什么东西能够知其它的味道 如果说皮的韵化功能很强盛 你的食欲就会很好 不管什么东西 你看看你都觉得肯定很好吃 很想吃 那这个就是食欲很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看下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口味吃什么东西 酸甜苦麻辣 能够知其味 食而知其味 所以很早古人就讲 如果说皮的韵化功能强盛 是口中和 口中和 一个是食欲很好 一个是食而知其味 这个食而不知其味 可能你们会有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感冒了 使用抗症术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那你就是说吃什么东西 你就好像就觉得它没有什么味道 按四川话来讲 就是感觉到口中是木的 对不对 像木头一样 没有那种感觉 好像酸的辣的 这个时候你特别想吃那种 刺激性很大的东西 好像来刺激你的味 味觉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口味 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 当皮友吃 湿血困住了脾气之后 你会感觉到口中绵腻 或者口中甜 它是一种反甜 当然这个甜不像你吃糖那么舒服 有的时候有湿热或者肝腾有湿热 还会出现什么口苦 对不对 口中自然觉得苦 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那就说它的食欲会发生变化 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脾肝食欲口味的一个关系 在季节上呢 脾跟长夏相通印 实际上只有事迹 春夏秋冬 长夏是人为来定的一个时间段 它是指的龙历的六月 相当于我们公历的七月底下旬 八月的上中旬 这个时候雨水特别的多 我们说这个时候常常会下太阳雨 太阳雨就是天东雨 一边大太阳一边又下大雨 或者是下完大雨之后 马上火辣辣的太阳就出来了 它会增腾地面的水气上腾 整个天地间是湿度非常的大 我们讲它潮湿冲刺 那这个时候因为脾有物湿的特点 因为空气中湿度很大 这个湿血侵入人体 很容易困足脾气的 影响到脾的功能 所以我们讲脾跟长夏相通印 就是这样来的 通过这些对脾跟这些形体观俏的讨论 我们就可以知道脾功能怎么样 我可以通过肌肉四肢的运动状况 实意口味口唇的色泽来进行观察 下面这个是肠下跟脾相通 是后世一家这样来确定的 但是根据临床中来讲的这么一个问题 但内经上有一个关于脾不足时 而又脾旺四肢 对这一个怎么样理解 脾不足时又分四肢 或者讲脾不足时又脾旺四肢 对这句话怎么样理解呢 脾不足时是指的春夏秋冬四季 没有哪一个季节是跟脾相对应的 为什么又称它为脾旺四肢 脾旺四肢 这个跟脾的位置 以及它的功能 都有密切的关系 都有密切的关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讲的 因为脾在五行当中属土 位居宗教五行当中属土 它有运化的功能 运化产生了精威 然后又转输精威 能够把精威输送到通过它的转输方式 或者是散经方式 来进行不散 来进行不散 灌溉四旁 水晶四步 不散到其他的丈夫 使其他丈夫能够得到气筋的温养 来发挥其正常的功用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第二个 脾的位置 我们讲居中央 就是说它居中将 而且它是一个气筋升降的一个疏流 怎么样讲 你看体居中将 体身可以带动肝身 渗水的上升 那胃降 胃降 它又可以使肺的下降 还有心火的下降 这样的话 它就像枢柳般的调节了人的气机 使肝身费降 使渗水上升 心火下降 来维持整个气机的一种调查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呢 我们讲到的 它的位置跟它的功能确定了 化身精微来灌败了四趟 但内经上还有一个 它说脾不足时 妄于事实 是指的 所有的丈夫要依靠脾运化精微的营养 要依靠脾 升降的协调 来维持一种气机的调查 除了这个之外 内经上还有一句话 他说脾不足时 虽然跟哪一个季节没有关系 各以十八日 记之 怎么理解 就是说 每一个季节的前九日 后九日 所以每个季节加起来 一共有多少天 十八天 我们一共有四季 一个季节是十八天 加起来就什么 七十二天 七十二天就相当于一个季节的时段 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 这个是我们讲的脾的对季节的这么一个 它的一个分属 有这么一个提法 下面整个的脾的这个系统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重点是掌握脾的生理功能 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 当它这个功能失调了 会产生什么样的症状和体责 我们怎么样来观察 怎么样来把病变部位可以定在脾 以后你会学中药和方济 那就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来论治了 方济选择什么样的方 选择什么样的药来治疗 现在你就要清楚知道 痞的病变的一些特点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 第四大系统 肝以及肝系统 肝以及肝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肝系统 它的组成 一个是有脏腑 肝 胆 另外与寻窍制约的关系 肝在业 为类 开窍于目 在业为类 在体合金 齐滑在爪甲 在情治的关系 主要跟路 关系很密切 在经络上的名称 叫竹诀音 丹经 与竹绍阳 胆经 相互落属 构成表里关系 竹绍阳 胆经 起于原语 起于目的外痴 然后沿着耳后 绕了三圈 周人的侧面 姿姿寻下来 巡行一下子 外侧的中原 到脚趾指端 其中分了一只 分了一只 到达脚大拇指 指甲后面的虫毛处 交给了竹绝音 肝经 这个是类型 外形之的一个交接 他另外呢 他虽然起源于 目外之走在人的侧面 他走在颈部 他又会进去类型之 类型之进去之后 他会去 落肝 鼠胆 那外形之在脚大拇指 后面 指甲后面的虫毛处 交给了竹绝音 肝经 竹绝音肝经 从这个地方 接着走在下肢 内侧的先前缘 后回复到中缘 扰过晕气 胸血 凉辱 颈部 一只内形之进去 连云目细 还有外形之 从颠底 穿出来 那这样他们 另外他在内形之进去 他在寻寻上来的过程当中 他的内形之也会进去 去 熟肝 落胆 就是说 肝与胆 两条经脉 可以通过外形之 跟内形之 连在了一起 构成一种 表里关系 这是我们讲的两条 一条经脉 在季节当中 主要跟春天相通应 春季相通应 我们来看一下 肝位于哪里呢 肝的解剖位置和他的外部形态 肝位于右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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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斜 肝位于右斜 那肝的形态像什么样呢 烂音上讲 肝独有两页 左三页右四页 凡七页 两页是指的两个大页 左三页右四页 是指的那个痕迹来分的 肝的那个痕迹 它那个痕迹来分 你看左边刚好是三个 右边是什么 四页 它这个是痕迹 痕迹分的 我们下来可以 我把灯关掉之后 你们下来再看 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有痕迹分的 然后一灵改错就讲 肝四页 肝四页 胆那胃与肝右边的第二页 第二页非常的短 又称它为叫胃与肝的短页间 肝的短页间 好我们这节课到这里